网上有很多可怕的视频,让你整晚都落在其中 收起你的好奇心,看之前多准备几条裤子 记住,裤子在这里是消耗品 第十个,闪烁光环 天空中出现的两个非常奇怪的,超凡脱俗的圆圈令人们抓狂 圆圈把云层分割开,可以看到一些闪光在外围移动 这段视频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还不清楚,地点也未知 一些人猜测镜头显示的是大气韵,一种自然光学现象 然而,这并不能解释这些沿着外围的圆形轨迹的奇怪光源从何而来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视频可能记录了同一事件 但这次只有一个圆圈 奇怪的闪光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多 不确定这些闪光到底是自然现象还是不明飞行物的目击镜头 如果是UFO,那么他们此举的目的又是什么? 除非有权威人士发表声明,否则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第九个,活死人收割者 你想被丧尸收割吗? 一个男人躲在树叶后面偷窥着眼前的东西 他小声地嘟囔着什么,似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 起先,对方看起来只是一个一袭黑衣 身影蹒跚地穿过草丛的中年男人 但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他钩楼的身躯上根本没有头部 他看起来还带着一个工具,可能是一把小斧头或镰刀 尽管如此,摄影师还是跟随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一些评论指出,这个男人可能将衣服盖过了头部或是经过了伪装 但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在树林中穿梭,也许正在执行收割人头的任务 第八个,圣徒的复活 三百年前,一个叫做圣伊诺森西亚的女孩想归一天主将 他的父亲禁止他这样做 但年轻的女孩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他结识了一位修女,成功加入了天主教会 圣伊诺森西亚回家后,遭到了他父亲的愤怒 他拿出一把刀将他刺死 女孩成为了一位因天主教信仰的殉道者 如今,他的遗体被保存在蜡中 并作为圣物陈列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教堂 当一位游客决定拍摄这具白色礼服的木乃衣时 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 镜头记录下来,死去的圣女突然睁开眼睛 直视镜头 这个剪辑发布在油管上 已被观看了上百万次 人们议论纷纷 有观众认为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骗局 旨在提高教堂的知名度 也有一些虔诚的信徒将其看作上帝降临的标志 该怎么解释这个奇怪的事件呢 第七个,露营遭遇 你永远不知道森林里潜伏着什么离奇的生物 一群加拿大年轻人在一座废弃的旧建筑附近露营 你可以听清他们魁北和法语的口音 围绕着熊熊烈火 聊天的兴致被其中一个男人的惊一声打断 他似乎听见了某种奇怪的声音 他们拿起手电筒开始调查 当光线掠过门口时 可以看到某种奇怪的矮小生物 苍白的尖头生物从拐角处探出头来 在人们追赶他之前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男人追出去后你仍可以在拐角处看到他 虽然只有紧紧一瞬 某种外星人或未被发现的神秘生物 第六个施加重地 2020年印度尼西亚北苏拉维西岛万亚老师举行的某场葬礼中 一群哀悼者站在一个敞开的坟墓周围 一具尸体装在有玻璃面板的棺材中准备被埋葬 就在牧师做祷告的时候 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一只邪恶的手在玻璃面板下移动 一些观众认为该运动有可能由被困在棺材内的镊齿动物引起的 也许它是一只老鼠 镜头出现的早些时候 当地人暗示尸体正在挥手或试图从棺材中逃脱 目前尚不清楚此人是否还活着 或者是否有人检查过 第五个 银行事件 在秘鲁首都利马的信贷银行BCP的一家分行 摄影师站在女同事身后 与一个靠在桌子上的男人聊天 就在这时 一个黑色小女孩的身影在男人身后穿过办公室 男人以为摄影师在开玩笑 转身笑了笑 但是当摄影师绕着拐角时 那里没有人 女孩无处可藏 注意 柜台的方向没有任何通道 小女孩又是从哪里出现的呢 随后 他们调取的监控录像让视频更加的毛骨悚然 玻璃门在没有任何人出去的情况下自动打开 第四个 巴黎的雨 一位抖音用户正开车经过巴黎的某条街 却发现了一些真正奇怪的事情 接中央的某小片区域好像下着瓢泼大雨 镜头向上平移 显示出奇异的降雨 不可能是从屋顶或树枝的边缘掉下来造成的 在背景中 一些路人也注意到了诡异的雨震 证明这不是特效或后继 一些观众认为 降雨可能是由附近的洒水器喷洒引起的 然而水似乎来自比洒水器更高的地方 或许这只是一种奇怪的天气现象 但咱们用文艺一点的方式来解释 为什么下雨呢 因为被接下来的故事感动的哭了 第三个午夜故事 红一老太太 一个女人凌晨两点 听到楼下传来奇怪的咀嚼声 她缓缓走出房间 向楼梯位置张望 因为她心里清楚 家里面只有她一个人在 对方说不定是个小偷 她捏手捏脚的下了楼梯 而就在这时 在她右边衣服的位置传来了一个诡异的老太太的讥笑声 第二个湖中生物 2014年10月 人们在苏格兰的某条河流中拍到了这个大东西 巨大的生物 有着蛇一样的身体 背部和腹部颜色不同 她绕着湖面穿梭翻滚 离相机越来越近 一只白色的鸟飞下来 在她的背上着陆了一段时间 一些评论者说 她的动作过于僵化和机械化 有可能是水下电缆 或使用软管的挖水系统 其他人则认为 她可能是大型蛮鱼的一员 第一个 致命路相待 一个男人从地下黑市里逃回来一箱就无间 起先 这个有些破旧发霉的小木盒根本没引起她的注意 直到她将它打盖 里面是一卷部分损坏的8毫米路相待 在好奇心驱使下 她花钱买了就是投影仪并将其成功播放 路相待的拍摄时间未知 也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关系 以及拍摄的具体目的 但里面的内容 你会越看越感到全身发冷 原始视频是无声的 你听到的嘈杂声来自投影仪 摄影师似乎在拍摄一所老房子和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人物 随着视角进入房间内部 黑衣人正用手杖戳地上的一个大包裹 令人不安的是包裹在动 这意味着里面有个活物 某些猜想很快就会成立了 在拍摄了房间的一些杂物之后 摄影师跟着手提包裹的黑衣人来到了森林的某处 最后 黑衣人丢下了比刚才要轻要小的包裹 步履蹒跚地离开 看到人物走开后 摄影师走向包裹 他用一根棍子戳它 然后解开了绳索 露出了里面的真实内容 这个视频的结尾有点太形象了 不要说我没有警告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